哈喽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沁 人生之路是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工程项目 改编自路遥经典小说人生 李沁扮演的是勇敢坚韧的陕北农村姑娘刘巧珍 卖魔嘞 高家村的大白魔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 热烈 勇敢 坚韧 有很多很多的形容词都可以去形容她的这样一个女孩子 最重要的一点 她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痛苦是黑夜 黑的你闭上眼睛 才觉得明亮 人生这部小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 像我的父辈们 爸爸妈妈辈都有看过这样子的小说 或者是这个电影 他们对高家林刘巧珍是很熟悉的 所以我觉得扮演这样子一个角色 也相当于是对我们父母辈的一个致敬 至今他们的青春 我妈妈就说 哎呀 这怎么跟我小的时候一模一样这个发型 所以她是很激动也很开心 戏中 刘巧珍对文化人高家林的爱质朴纯真 她以自己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达 犹如飞蛾扑火般热烈 义无反顾 嘉林哥 我喜欢你 真心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很直接很纯粹 并且她的爱是不求回报的 她之所以喜欢高家林 是因为她对知识的渴望 并且高家林非常的优秀 是她很崇拜的样子 你说高家林是她的光也好 就是她可能也是希望像她一样有才华 中国有一条江和一条河最为出名 江是什么江 长江 河是什么河 黄河 就是你拿到这段词河 拿到这场戏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写得非常的巧妙 她是可以表达出来 刘小珍对于知识的渴望 对于高家林的崇拜 并且她对黄土地的热爱 就是她有很多种复杂的情绪 她是在一场戏里面表达出来 然后那个景也非常的美 然后你对着黄河那种呐喊 就是那么的空旷 你不使劲都不行 就你必须得大胆的 你才能表达出你的那种情感 我觉得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 都是有这样子的 一无反顾的这个劲儿 就像飞蛾扑火的那种冲动 小哥也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他的处理会让观众觉得很自然 而且不留痕迹 其实如果说对于这种处理 如果稍微严肃一点的话 可能观众就会觉得 他说的这个话太不好听了 但是他是说的很自然 又很轻松 又有深层次的表达 又有比较轻松的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为了更好地呈现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质感 主创们扎根陕北农村 激情满满 克服了多重困难 剧组上下都全力以赴 拍陕北部分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是创作就是更加的高涨 因为可能平时大家都是在城市里面 然后第一次看到那么壮阔的黄河 然后我们的取景 很多地方可能都是 没有被开放的一些比较特殊的 特别的一些景 我们可能都要爬 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走路徒步上去 才能拍到一些这样子的景观 然后机器都没有地方下 可能都是在一个角落里面 然后藏着一个机器 然后拍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观 所以你都感觉到 大家为了呈现一个更加好的剧 好的景 大家可能真的是很努力 就要去把它做好 眼下人生之路正在热播 用心演绎的李沁 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观众朋友的支持 用刘巧珍的一句话 跟大家推荐一下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了 才有自己的路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喜爱 和支持我们的人生之路 多远的路 多长的日子啊 只能靠自己 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往前走